在反思文革发动50周年的活动中 纽约的异议人士对文革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新的角度和框架进行了新的探讨 陈闯创是文革发动20年后才出生的80后 他通过研究认为 对文革的反思必须放到普世价值的框架下才有意义 文革最特殊的意义就是它和中共其他运动不同的 它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证明了一点 说在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之下 不可能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即便是假的也会调用 从根本上撼动共产党的统治 文革初期毛泽东提倡大明大放大字报 确实给予了民众言论和结社自由 但文革真的如毛所说 可以七八年再来一次吗 毛真的还敢把言论结社自由交给群众吗 但事实上到了1974年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 毛就不敢再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特意发出一个文件说 批林批孔运动不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不准成立像文革出现的那种战斗队 不准跨不准串联 不准自行出版什么东西 这表明毛清楚地意识到 一种假的自由 一种假的言论自由 假的结社自由 也足以挑战共产党 他不敢再来这一点 文革中毛泽东发动群众破四旧 斗走自派 导致数百万无辜者被杀害 表面看行凶者是个人行为 政府甚至要求大家不要武斗 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的分析认为 其实这是政府行为 是政府在借刀杀人 毛泽东自命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但中国局势分析人士李伟东认为 其实毛是个宿命论者 他对所谓的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说法非常在意 那么他七十三是哪一年呢 是一九六三年 不对一九六六年 就是发动文革的那一年 是他预计自己要死的那一年 所以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作死的行动 对不对 他终于活过来了 他跟把全天下的人都掀个个 在当今中国贫富撕裂的社会背景下 民间对文革存在高度争议 中国宪政问题学者张伯树认为 虽然官方宣称绝不走回到毛时代的老路 但他提醒主张宪政民主的人士 有必要对毛左朋友的观点做出回应 就是毛当年搞的这套东里面 让这个干部都下去 要去参加劳动 要去和这个工人结合 这个而且你下去劳动还不是假的 要背着破坏卷 到农村你要跟老乡 要同吃同住 这套东西你就不能说完全是假的 如何去解释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当年那段历史的时候 这些问题往往被大家忽略 其实他们都构成了历史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些个要素 星期二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文化大革命50周年研讨会上 十多位人士发言 他们认为在中共当局严格限制反思文革的今天 海外的异议人士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美国之音方斌张珍纽约报道